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昕 作词 李昕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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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昕 许起重古老的门 关住了七百年的青春 七百种不同的故事 留下了七万道泪河 有七重古老的门 关注了七百年的青春 门上闪耀着旧日的荣华 堆积着旧日的眼尘 说出了七千个梦 说出了七万个情 说出无数无数孤独的灵魂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天繁花落尽 那七重古老的门 依旧好人逐温 无欲像黄昏 说出了七千个梦 说出了七万个情 说出无数无数孤独的灵魂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天繁花落尽 那七重古老的门 依旧好人逐温 有一千古人远去 有一千繁花落尽 那七重古老的门 一千古老的门 在这一千古老的门 去到七千古老的门 你怎么喝 不靠一千年 为什么 这一千古老的门 因为我不想 这一千古老的门 还要 难怪你会在四面楚歌中 替我跟秋阳仗义直言 因为你们跟咱们一样 是同病相连 你说同病相连 那你对我跟孟汉是同情的了 为什么不同情 我一直觉得 有一句话很美 就是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这么痛苦绝望的时候 能听到一点吱吱的声音 真好 彼此彼此 前几天你仗义直言的时候 你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个神 好一个神 却就是没有办法 让孟汉信奉我 我来找你 就是要弄清楚怎么回事 既然有路子 为什么不大伙一块走了 为什么还要把船票 让跟我跟秋阳 是钱的问题 还是什么别的 钱不是问题 我什么都设想到了 司马跟淑琴 你跟秋阳 我们大伙一块走 就是孟汉信奉 他没有办法丢掉道德礼教的包袱 没有答应我 让我试试 你 你又能怎么说服他呢 总要试试啊 我刚刚从宇航那儿过来 你们决定日子了吗 什么时候走 如果你不走 那咱们谁也不走了 是宇航叫你来这么说的吗 不是 这完全是我的真心话 昨天晚上 听你说着你跟宇航在不知不觉中 越陷越深的经过 我一时之间太惊讶了 想想看 本来我是抱着一线希望 去找宇航求救的 没想到 你创出了两张船票 又撞出了你们 哭哭压抑着的恋情 还撞出了一片海阔天空 这么多的情绪 在我脑海里撞来撞去 我一时真的没法子理得清楚 只能像个傻瓜似的 听你说了又说 可今天 我完全条理分明了 我必须要先告诉你 对于你跟宇航的恋情 我是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支持 今天我不知道便爸 自然知道是这个情形 换了你是我 怎么能拿得上那两张船票 就远走高飞 去远自己的美梦 而把一堆烂摊子 扔给你们去收拾呢 当你们还陷在背骨之中的时候 我跟舅阳又怎么能快乐得起来 所以我说 要不就一块走 要不就谁也不走 一块背骨算了 你这是太孩子气 是吗 好 那我就说点不孩子气的话 假如我们一块走了 你想想看 有你 有宇航 有我 有邱阳 有淑晴 有淑妈 咱们可以组织成一个多么亲密 多么快乐的家庭啊 在另外那个国度里 除了肤色和语言不同之外 咱们跟任何人都没什么两样 没有人会指指点点说 那是一个大小姐 跟家里长工的儿子私奔了 或者说 那是一个大伯 跟她的弟妹激恋了 在那个国度里 没有人知道 珍洁牌坊是什么东西 咱们 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 大大方方地爱着 自己所爱的人 你知道 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吗 我不知道 可我是多么多么地向往啊 难道 你不想往吗 你不渴望去过一过 那样的日子吗 不要再说了 你已经搅得我一团乱 可是我每一次 每一句 都是肺腑之言 在这个世上 也许还有很多人 像咱们一样的痛苦处境 可不见得 人人都有机会逃 都有梦可原 是不是 我知道你现在一团乱 不逼你 只要你理清楚 其实这团乱 不难理 死吗 小姐 摔着没有啊 小姐 你不能这样啊 这几天哪 我看你精神总不集中 做事还要手忙脚乱的 你要是不稳着点啊 早晚要在老夫人面前露马脚的 我会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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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海 今天已经是七月十五了 全体是七月二十五 还剩十天了呀 你还犹豫不决 这一阵子 静萱跟秋阳都听了我的话 各自在扮演着好儿子 乖女儿 都没有再跟家人冲突 所以大家都以为 他们真的屈服了 现在 秋阳那边 已经不再软禁他 而我们这边呢 静萱都是由你来陪伴看管 所以这是逃走最好的时机了 就只等你点头 你不走 咱们就都一个也走不成啊 几个人的信与不信 都操之在你了 走吧 点头吧 走跟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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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的手被拉伤了呀 不 让我疼痛 让我留心 最好你再喝 你再甩我几根的光子 都把我打得轻轻轻 我真的觉得我的脑子快要瘴力 快要爆炸 我实在不想得该怎么办 才好 你想走 对不对 那就走吧 不管到什么国 只要跟你和淑情在一块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也赞成错 真的赞成吗 不管是对是错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我只需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问自己一句 是愿意让你再增加苦一辈子呢 还是愿意让你跟着 真心带你的宇航少爷 你说 我还能有第二个答案吗 你心底善良 总是为别人着想 这次就为自己着想一回吧 我去找云昊 放心吧 我给你们看着 月儿 我跟你走 哪怕是天涯海角 我都跟你走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同乡 我被你征服 你让我精疲力气 再也不能挣扎抗拒 如果 如果你还要我这个增加的罪人 带我走吧 我要你 我要你 天知道我想要你想到什么程度 你让我等得快要发疯发狂了 你知道吗 你这几句话 对我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听着 你不是什么罪人 你只是一个需要爱 也有权利被爱的女人 把所有的罪都交给我 让我来承担 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享受我的爱 我的联系 我的呵护跟照顾 怎么了 你的事 手割伤了 这是症状之下的一个小伤口吗 我知道 来 你坐 这只是外表的一个小伤口 真正的大伤口 在你的内心里 每个包袱 都不是那么容易丢掉的 而是一寸一寸的撕扯拉裂 但是相信我 这一次将会是你一生中最后一次受伤 而且我会求毕生之力 来抚补你的伤口 让你永无后悔跟乐婆爱上我 今天眼睛 我对你说过许多残忍又无情的话 他们都是言不由衷 此时此刻 我终于可以刮开心中所有的见解 说我真正想说你 我从不后悔爱上 哪怕我为情 痛苦煎熬 为爱 遍天淋伤 哪怕我的生命 流失到最后只剩下一点一滴 在我心中仍然只有一四个字 无冤 无悔 我拼了你 你要让自己指这四个字 你也要让自己指这四个字 我担心把整个人都交给我 我已经得到全世界 还有什么办不到的 那我真的有必须 那我再听到这个字 不是 你们 要不再带来 我跟那个人都交给他的 它不再给他 你能伤识那些 像你那样 我怎么不保识的 是 孟还刚刚从你的房间走出去 天哪 你们居然在夜里撕毁 让磁马把风 你们怎么可能演变成这种程度 我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你 你们不可以相爱 你们一定要断 一定要断哪 干爹 你不要激动 我怎么可能不激动 怎么能 你相信我 我向你保证 这件事我一定会有个了断好不好 真的 真的会吗 真的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这还需要什么时间 手断就断 绝对不可能五断四连的纠缠不清啊 你信不信我 好 我不啰嗦 也不唠叨了 我完全相信你会下定决心 会见断情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宇航少爷来了 宇航少爷 怎么 替我们看着 我已经准备好交通工具了 是一辆货车 我们走的时间是明天晚上十二点 明天 明天都二十三号了 来得及吗 为什么不是今天呢 别紧张 来得及 我一度也想今天晚上就走 可是我顾虑到一切都可能太匆忙了 怕会忙中出错 反而坏了大事 匆忙不要紧 重要的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就万无一失了 首先 我们要从奶奶那儿把书情弄过来 而且要奶奶允许她在你那儿过夜 另外 车子也要事先检查好 以免半途抛锚弄得手忙脚乱 还有啊 要通知邱阳 还有要准备一些简单的行李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的对不对 既然你出来了急 那咱们都听你的 现在你快把视觉想一想吧 好 听着 明天晚上十一点半 我们在后门会合 人到齐了 我们就马上从后门离开 修阳跟车子会在后门附近等着 会合以后 我们就分秒不停地一路赶 我也会开车 我会看司机换手轮流驾驶 大约二十四个小时之后 就是二十四号的晚上 我们就会到达杭州的圣母堂 然后休息个把钟头 到二十五号的早上 我们就请神父为我们证婚 行完婚礼 马上开车赶往上海 预计晚上的八点钟到达 十点钟开船 航向我们的未来 可咱们走了以后 家里会怎么样 是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是啊 一下子走这么多人 奶奶会发疯的 她一定会发动所有的人来追咱们 这个问题我已经跟神父研究过 据我们的判断 我相信家里头第一个找到的 就是圣母堂 但是你们放心 因为我们在时间上领先 等他们大队人马赶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了 神父只会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结婚了 木已成舟 他绝不会透露我们的去向 一直等到轮船开航了 我相信干爹 也不会怎么为难神父的 就算是最坏的情况 我们在开船之前被逮到了 那也不用怕 因为我们两队已经是合法夫妻 谁也不能把我们给拆散 老天保佑 让一切都顺顺当当吧 会顺当的 眼前最重要的 是你们要沉住气 要把书情给咬到手 我会给你 你们要沉住 说明语 你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是我有后悔的错误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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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门 舒晴 你乖嘛 太奶奶不舒服 让太奶奶休息休息 来 奶奶陪你玩啊 不要 我要太奶奶给我说故事 舒晴 太奶奶给我说故事 太奶奶给我说故事 太奶奶说不动了 太奶奶给我说故事 你看 你瞧 你瞧 你娘 你姑子妈都来了 好了 别缠着太奶奶了 来 就让她挨着我坐 没关系的 娘 姑姑 子妈 快来 太奶奶要讲故事了 奶奶 奶奶 您怎么了 还不是老毛病 风湿痛嘛 还不是老毛病 风湿痛嘛 娘 奶妈呢 她说知道个什么偏方 智风是顶管用的 好热心帮奶奶抓药去了 哎呀 她这一走啊 我真是拿舒晴没辙 愣把她奶奶说故事 我怎么哄也不行 舒晴 舒晴 来 别烦太奶奶 哎呀 她才不烦呢 我喜欢她这样跟我贴心握心的感觉 你们都以为她累着我了 其实不然 她比什么止痛药都灵 她是你的新药 对对对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 哈哈 奶奶 很疼是吧 我给您捏捏捶捶吧 我也要 我也要 靖萱啊 这段日子里 我对你太严厉了 你心里怨我恨我吗 你使得不开心和生气 你是在所难免的 可你 你毕竟是我的奶奶呀 也不可能真的很真的怨 对不对 毕竟血浓于水 没有什么是解不开的 你会这么想啊 真是让我太开心了 天下父母心 都是一心一意地为儿女们好 奶奶所做的一切 全是发自内心地 想要保护你 爱护你啊 奶奶 我必须要告诉你 不论我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我永远都是爱你 永远爱你的 奶奶我不哭 我不哭嘛 妈 乖 乖 乖 你们瞧瞧 她这么小可以懂得心疼人呢 乖 乖 你们都是我的乖孩子 都是我的心肝宝 我 静男 静男啊 这 这怎么了 你爸爸还做名字 二叔亲还成静男了 娘 别难过 奶奶一时口误 这老人家常有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不起 我想我是别了太久了 你不知道 可奶奶跟我 我看着书情就像看着静男一样 他真的跟静男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也不是贴心 那么讨人欢喜的点点滴滴 你 我多久是静男 你不要说奶奶糊涂了 就连我 也是恍恍惚惚的好像常常回到从前一样 奶奶不哭 受情也不哭 多太奶奶不好 太奶奶把你忍哭了吧 太奶奶 我都很喜欢你 你娘 我一直摆在家里 一定会有意思 这多人 你们有点 是銅鬢相連 這白髮人送黑髮人 這種頭 是一輩子的頭 幸虧老天爺可憐咱們 又給了咱們一個小淑情 叫咱們在悲痛之餘 又審出了希望 又有了力量 不是嗎 小姐 老夫人 我看您身子不好 情緒難免低落 不如 讓孟寒帶兩天孩子吧 娘 我想也是的 這雖然有奶媽 可妳總得親自看一看弄弄的 這哪能歇得好呢 如果說書情壓根不在這兒 想管也管不了 这样才能一较到天宁嘛 小姐 对呀 奶奶 孩子让我带你 您多静养 身子才好得快 奶奶 请你保重好身子 好吗 好 好 好 我就医了你们 爹 你吓了咱们一跳 你们还吓了我一跳呢 我又不是外人 看你们紧张兮兮的样子 老爷 咱们不知道您在家呀 爷爷 乖 你们要带着淑晴去哪儿啊 没 没去哪儿 奶奶犯了毛病风湿疼 所以我来带淑晴 我正找你了 把淑晴交给慈妈跟靖萱 让他们带回房去吧 我有话跟你谈谈 好 爹 您要跟我谈什么 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聊聊罢了 最近家中多事 让我烦恼极了 想我在商场上叱咤风云了大半生 什么难题也难不倒我 可今来 我觉得自己老了 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 甚至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恐惧 我总觉得这个家随时会瓦解 会崩溃似的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呀 最近这句话老在我心头盘旋 坦白地告诉你一件事 我对即将入坠的顾正风 并不既往什么 真正寄托我一切希望的 是宇航 总有一天 我要把他纳入曾家族谱 真正成为曾家的人 我要让他继承我的所有 他才是曾家的主干了 如果 我没有了他 或者失去了他 我想 我会万念俱灰 你 那么整个曾家 也将失去支柱而倒塌 他一蹶不振 他一蹶不振 你 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是我又不后悔的错误 如果 我没有了他 或者失去了他 我想 我会万念俱灰 我会万念俱灰 那么整个曾家 也将失去支柱而倒塌 一蹶不振 孟韩 我 我 我在听 你不要奇怪 为什么突然间我跟你说这些 对我而言 你是媳妇 也是女儿 更是持家的女主人哪 这次竞宣大闹家庭革命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样把他安抚下来的 可我真的很感动 也很感激 因为 你巩固了这个家 完全像个长房媳妇的样子 明里又能干 甚至家贺为重的道理 孟韩 你让我对你寄予厚望 而且我相信 你不会让我失望 一定不会辜负我的 是吧 啊 静萱 咱们这样一走了之是对的吗 不会太残忍 太无情 将来不会良心不安 后悔默契 怎么了 爹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她怀疑你什么 逼问你什么了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重要的不是爹对我说了什么 而是我心里面的感觉 我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苍苍无助的老人 不只是爹,还有奶奶跟娘 他们是靠这个家来维系一份希望 一股生命力的 可是现在他们将会面临什么 女儿毁婚私奔 媳妇跟干儿子安通款取 一起背叛而去 还要带走他们的宁兴儿抒起 你们想象会变成怎么样 一个家分崩离析,重叛亲离 他们三位老人家承受得起吗 你安静一下,先安静一下 万一他们当中哪一个承受不起 有个什么的话怎么办 咱们几个不都成了凶手 又怎么样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你先安静一下,听我说好不好 刚才在奶奶那儿 我也同样地感到不安不忍 心酸舍不得呀 可是我也坐在这儿想了半天 我们这么做 并不是狼心狗肺,铁食心肠 横了心要毁了这个家 抛弃他们三位老人家 根本不是嘛 我们是逼不得已 而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 因为,口说无凭 所以我们要用事实来证明 你跟羽杨在一起 我跟秋杨在一起 这样的结合是美好的 是不需要强烈反对的 只要他们想通了这点 接纳了这点 咱们谁还想待在英国 还不插了翅膀就飞回来了吗 宇航少爷不是说了吗 这次的出走啊 绝不是为了毁了这个家 而是为了日后的团圆呢 对呀,你想想看 咱们会舍不得 他们几位老人家 不是更舍不得 等到气生完了 愤怒也消失了 我说不出个一年半载 江臣夫就会让我们 快快收拾行囊 重返家园了 说不定到时候啊 你们两对 又会多出个一男半女的 抱回来呀 往老夫人怀里一送 什么结啊 都结得开了 你可别又再止气不定了 现在书情已经到手 万事结备的情况下 你如果打起对堂谷 那我就真的 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是我太情绪花 乱了方村 你们放心 现在我已经稳住了 你拉我出来散步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要告诉我呀 没有 真的没有吗 可我总觉得 你想有什么心事似的 咱们爷儿俩一向无话不谈 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 对不对 今天我宁愿什么都不谈 好吗 咱们爷儿俩就这么散散步 看看夕阳吧 干爹 你看到什么 涟漪啊 可你给他一段时间 他又恢复平静无波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你心里有事儿 你瞒不了我的 我知道你心里有很重的心事 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如果连对我都难以启齿 那一定是非常之严重了 对不对 又是跟孟涵有关的 对不对 你变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我没有瞒你什么 也没有什么难言之意 什么什么都没有 行吗 宇航 宇航 你等等我 宇航 宇航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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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什么事儿 干爹 你又心计了是不是 我上一次不知 从上海给你带回来的药呢 有没有按时吃啊 没有 怎么可以不按时吃药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 心剂在西医来讲 是心率失常 严重起来会要人命的 你不可以不当回事 所幸的是现在发现得早 还是可以用药物来控制 但是你就一定要吃药 早晚各一次绝对不能忘了 知道吗 知道了 本来都有照你的话去做 这一两天心里挂了事 就给忘了 答应我 以后千万千万不能忘 没有任何事情 会比健康更重要 答应我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再忘了 别这样 担心的模样 担心的模样 不许对不会再忘了 不许对不会再忘了 出发了 就是你 许 是我 嫂子他们呢 我想快要来了 你专辈带了没有 当然了 我贴身放得好好的 嫂嫂 人齐 走吧 突然咱们 奶奶 奶奶 她怎么醒了 奶奶奶 书卿 书卿乖乖乖 书瑿 我unting 娘在这里 大伯姑姑都在这里 不要 我带 года 拜托了 拜托 Hosอง 导 amateur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 كن子 快走 快 不醒了 妈 ud 她怎么会呛了 waren 不要叫了 不要叫 不要叫了 奶奶 书卿乖 大伯带你去玩 妈 妈 周琳 爸 你到那天去站住 师兄 爸 不哭啊 奶奶奶 不行叫 不行啊 什么不行 我们走了 你们走了 奶奶奶 你说什么 张草 刚才我听后半好像有小孩的叫声 对啊 我也听到了 来 赶快叫我大伙过去看你去 好 走 不好了 下人房的灯都亮了 奶奶奶 还不快走 快啊 快啊 他要我了 不行 我没有办法要收钱请请哭叫 可是他这样子会脱离大家的 谁也走不成 奶奶奶 你快收钱选走吧 走一个市场 你说好了是一块走的 你省下说话的时间 我们已经到车上了 到了车上又怎么办呢 全家都被禁锢了发现了 还要大队远马追来 咱们淘汰的机会就很渺茫了呀 也许大家一块翻船末顶 不许称全邱阳明继宣吧 可是 别可是了 有咱们做业务 他们才有成功的机会 那我也不走了 今天取消 改天再走 是不跟总打忱 有咱们做到什么 你更 trust 是你也不放在那里 就是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 你会不会 perquè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你 就是你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你 好 奈何我 已经深深陷入 你眼底 流转的情愁 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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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最痛的痛楚 你曾遍盘旋的无奈 真是我 心底激荡的悲哭 你偶然绽放的微笑 却永远闪耀在我心身处 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 却是我永无后悔的错误